马来西亚一名41岁的男子 被指非法迎娶一名11岁的太极女童 引发热议 马来西亚副首相汪阿兹沙表示 案件涉及周回教法 已指示相关部门彻查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也对这起同婚案表示关注 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 41岁的马来西亚男子 来自吉兰丹州 是一名橡胶生意人 已经有两名妻子 和六名5岁到18岁的小孩 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 男子是在今年6月18号 和11岁的太极女童 在泰国小镇戈勒勒结婚 初步调查显示 法院或地方宗教办公室 并没有相关记录 属于非法迎娶 马来西亚副首相汪阿兹沙表示 这并非一起独立案件 接下来将深入了解 同婚案为何发生 以及当中涉及的贫穷 教育和家庭等因素 这次回录与 我们再次回录录与 我们再次回录录与 我们再次回录录与